成天文化议政协会捐赠了一批普渡的物资给花莲市公所爱花莲食物银行 而市长魏嘉贤则是代表接受并且颁发感谢状 农历7月中原普渡期间 有不少来自各界社会人士、宗教与社团 都会选择将普渡物资捐赠给花莲市公所存入食物银行 转化为功德帮助地方上有击破需求的家庭及个案 而日前成天文化议政协会在举办完总员普渡法会之后 也特别将60份的物资捐给花莲市公所 去年就已经知道有食物银行这个部分 那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年都有在捐赠物资 只是说去年就是公所、市公所有这样子一个食物银行 我觉得更方便了 因为真的是让有需要的人去享受到更多他们真正需要的物资 那它可以分门别类 那食物银行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把米就是归类在米的油盐 也不是说就是我今天捐了这个物资 那里面有一组这么多的东西 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去 明白说我今天缺米那我就只拿米 那我不会说就是我很滥用的这样的物资 就是我拿了一整组 可是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不需要的 那在此要特别代表市民朋友们感谢他们 那也看到他们是一个年轻的团队 也愿意带更多年轻人一起来做公益 那值得让大家非常的来赞赏跟推崇 那未来花园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关心身边周遭 有需要协助的朋友们 那再次的呼吁大家 那身边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 一定要跟我们花园市公所来做联系 那接着也要谢谢不只是捐给花园市公所 也给郑德基金会有更多的物资 熟食的部分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街友 还有一些伙伴们 那再次的谢谢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为嘉賢指出受到疫情影响 让不少人的生活都面临困境 需要借由15银行的平台获得协助 而市公所也期盼有更多热心人士或社团企业宗教等等 都能以行动来关切社会弱势族群 记者徐立琴华林市报导